所以就变成63.9平均成绩,过来跳到不合格 所以又Return给它,它又Return回来到这个储存格 跟这一样,应该合格了,所以跳回去合格 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函数跟Sub是不一样的东西 再来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延伸到刚刚讲的多重的函数 所以这里的话,假设说我多A到D的逻辑 一样是插入一个这个成绩函数多重 那修改的方法,我想跟刚刚那个Sub很类似 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那过来的东西一样是一个成绩 那差别在哪边,其实也是一样 本来是把这个复制贴到底下 一样是怎么样,把这里面改else if 把这边改成80,A,B,C 其他应该都一样 特别注意就是Return回去的这个记得 也要跟上面是一样的名称 那就完成这个方选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方选部分再做一下 那其实逻辑上面跟刚刚的Sub 基本上几乎一样 不过各位要记得那个差异点 方选呢,比较是一个互动性的 它会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要了一个资料会把那个资料 存在那个引述的名称里面 那我们借由那个名称去做判断 判断完之后会有个结果 它会返还给这一个方选本身 这个方选因为游标停在某一个储存格 所以就会把返还的值 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好像一个cycle吧 就把那个cycle跑完 结果就做出来了 OK 特别注意不要去把它执行 因为你执行也没有用 因为执行下去 它不会跑 它不会像Sub 是直接去执行那个结果出来 好